蓝白河如果最后是破局 那郭台铭又成功的被柯文哲给劝退 整合成空的话 这个战局就会立刻变成撒卡都 那如果是撒卡都的话 最新民调马上就要带您来看 这是美丽岛电子报发布的最新数据 可以看到赖清德是以31.5%领先 但是侯友宜也不遑多让 已经飙到了30.1% 那柯文哲是26.7% 可以看到赖侯两个人是持续紧咬 那柯文哲则是稍微落后一点点 占据第三 不过柯文哲在前一天 官方IG最新发生 他说该由谁来带领在野势力 我想这答案很明确了 他还说这个民调数字 其实写在那里 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似乎就是只有当政的选项 而且柯文哲的竞选总干事 黄珊珊22号晚间也在脸书发文说 柯文哲将以台湾民众党 总统参选人的身份拼占到底 而且还在留言处呛说 有人看不懂吗 那实行大学的教授 游子祥23号就表示说 黄珊珊之所以这么做 当然就是互主心切 他希望说 希望说让柯文哲 想要担任副手的人 死了这条心 那也是要赌看 蓝营最后让还不让 不过这个教授直言 侯柯两个人都不错 但是非要有个正负 那怎么避免这个正正得负呢 他说可以用三点来思考 第一个呢 就是现在民调误差炒个半天 但其实柯侯佩跟侯柯佩 其实支持度根本所差无几 不需要炒那几个百分点 而且第二 双方其实都有人非正不投 有人认为说支持柯文哲的支持者 特别是年轻人 那很多人是侯正就不投了 所以柯侯佩其实还更强 不过这个反过来说 这个柯正不投的人 其实也很多 所以这其实很难用来证明说 柯侯佩是更强的选项 那第三点 这个教授也强调说 蓝白的政党实力 其实还是有差的 那如果不合的话 难免有愿 那选战开打的话 国民党的县市长群 跟候选人群 必然会全力挺侯 来跟柯划清界限 到时候这兄弟细强的 结果可能远超过兄弟登山 蓝营内部其实也有杂音 像是李德维说 当初大家都是在马英九办公室 签名盖章的 当然是有效的合约 那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侯友宜想要走完这一条路 不管是侯科配 或是科侯配都愿意 那侯友的意思是说 只要签完名 就应该要负责到底 对于蓝白河的诡调变化 绿营这边又怎么阴影呢 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 赖清德在23号的 台南造势活动就指出 这是一场充满算计的游戏 即便是组合成功了 对台湾的进步 也没有任何的帮助 萧美琴也说 不管蓝白要炒还是要和 我们都要更好 纟论 在河南造势活动就行了 在河南造势活动就行了 这里的也就是 在河南造势活动就行了 在河南造势活动就行了 萧美琴也很明显 在河南造势活动就行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